每年的农历7月12号 就是新庄天宫庙普渡的日子 而中城里的里长跟中宏里的里长 都是主机官 他们还特别请来了道士念经驻岛 那么也有非常多的里民参与了 这个普渡的仪式 准备了这个丰富的贡品 希望这些好兄弟们能够保佑地方平安 每年农历7月12 就是天宫庙办理普渡仪式日子 而地方士绅也会前来参与 向中城里长和中宏里长身为主机官 更是不能缺席 我们这个宫庙在天宫庙每一年一拜 都是这个葡萄每一年一遍 所以说这个仙然心里有非常厉害 大家也非常勇用 大家来参加我们天宫庙的庆典 这个庆典的借贷 我们也有七个读书 来为大家招待会 中东有天宫庙最大 我们就有三戒宫 还有葡萄宫 还有种种的众心 地坊宫庙 所有的神我们都给他邀请 赚读书来上京 为了表示对好兄弟尊敬和众神敬畏之意 还特地请来道士念经助导 之希望祈求地方平安顺利 由于天宫庙在当地颇为灵业 所以每年此时 不少民众和信众都会准备 丰盛贡品参与普渡 我们天宫 在山丘 seen 在帝宫 让他们的主席为被参与 招罗而已 我们这个政治ível院 董吴先生 众工yr solid 他 31 00 00 就来建立一个建設 TOK 废劉龛 到这些平安 deze 大家就參與 感覺大家很福氣 因為這個是我們以前 就連續下來的一個傳統 對我們本身跟家裡還有社區方面 我們都覺得都很平安 那在心理上也是一種慰藉 跟對祖先們的敬仰跟敬重 每年都有來 你覺得對你家裡有大小平安嗎 我家裡有大小平 所以就是平安 所以我就來這裡做事 沒有平安就沒有來 現場甚至還有豬公作為祭品 就是希望透過這些儀式 讓天地界感受到人間心懷感激之意 也盼來年里內都世事平安 記者新莊採訪報導